hiho 大家好我是Fatty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個關聯 就是抽水 大家對於抽水可能有一個非常初步的認知就是 我知道每一個底池都會被 平台方或是莊家抽走一部分的服務費 那這不就是抽水嗎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抽水會對於撲克玩家 或者是撲克環境造成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影響 那我們在討論這些之前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撲克的生態圈是長什麼樣子 那撲克的生態圈其實有三個主要角色 一個是娛樂玩家、常客玩家跟場主 那娛樂玩家做的事情就是他提供了整個金錢 他就是撲克圈的一個基石 那常客玩家跟場主會互相分享娛樂玩家輸掉的錢 然後常客玩家提供的東西是讓遊戲有辦法開桌 讓整個遊戲有辦法運營下去 然後平台方只是提供場地跟平台這樣 好那我們就將重點放在常客玩家 因為大家都是想要當常客玩家來盈利 那常客玩家的盈利要怎麼計算呢 就是桌上盈利減掉抽水會等於實際盈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公式 就是抽水會影響常客玩家的盈利 非常非常的巨大 假設我們的桌上盈利有6BB100 然後抽水抽了3BB100 那我們實際上盈利是3BB100 那假設這時候抽水如果從3BB提高到5BB 我們的盈利會直接下降2BB100 像2BB100就是假設你一個月可以賺 例如10萬塊 在提高2BB的抽水之後 你會剩下3.3萬塊的收入 那僅僅是提高2BB100的抽水 所以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得出來 抽水越高實際盈利越低 從以上我們可以得知 抽水會對於常客玩家的盈利造成非常非常巨大的影響 那我們來看一下高抽水的桌子跟低抽水的桌子 對於整個整體的撲克環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假設這張桌子是8BB100的抽水 那8BB100的抽水就是每位玩家都會被抽8BB100 那麼在排桌開始之前 我們就會知道這一桌是有人必須要付48BB100 來去覆蓋這個水錢 讓其他玩家有辦法盈利這樣 那我們假設這4個Regular 在扣掉抽水之後 每個人就是有一個最小的盈利就好 1BB100 就是說這兩個娛樂玩家 在每100手他想辦法付52BB 去給場上的各4個Regular跟平台的48BB 所以這兩個娛樂玩家可能平均一個人要輸28BB100 這麼多 這個局才有辦法開城 那我們假設就是低抽水的環境會長怎麼樣呢 那低抽水的環境一樣 我們一樣是做4個Regular 然後兩個娛樂玩家 然後4個Regular一樣都是給他最小的勝率 就是1BB100 那麼在排桌開始之前 平台會抽走6x2 12BB100 然後再加上這4個Regular要贏得4BB100 那麼這個整桌需要有人每100手去付16BB100 來cover這些盈利跟抽成 那麼這兩個娛樂玩家平均只需要輸8BB100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從上面兩個例子看到高抽水的環境跟低抽水的環境 然後常客玩家會非常非常的難盈利 在娛樂玩家輸的錢都一樣多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知道抽水高低會影響 銀錢玩家的比例 大家可能會覺得 撲客玩家盈利的比例可能在於5%或10% 但其實如果這是一個高抽水 尤其是如果是在線上平台的話 那麼盈利玩家的比例我認為 有個1%2%都不知道有沒有 好那 講完這個高低抽水 對環境還有常客玩家造成的影響 之後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大的平台 他們的抽水狀況是怎麼樣呢 那我會推薦一些我認為值得打的級別 值得打的遊戲類型 然後有哪些類型就是比較相對不合理 那當然不是指他們無法獲利 而是他的獲利難度會比其他的遊戲類型來的 或是抽水環境難上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先來看看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平台 Natural Aid或是GGPoker 他們的抽水環境怎麼樣 我們先來看Rush & Cash 那Rush & Cash不管哪個級別 他都是5% Rake 然後3BB Cap 就是你可以看到NL2也是3BB Cap NL5 3BB Cap NL200也是3BB Cap 這其實是一個相對不合理的 就是在低級別你要有高的勝率是比較容易 然後在高級別你要有一樣的勝率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麼在這樣子的抽水環境下 我認為N8或是GG的100以上的Rush & Cash 其實要獲勝的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50以下的環境還是非常的好 因為玩家池比較弱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個 我們大家練功無聊 就是想練技術想要玩 排的一個好地方 因為他的抽水是合理 然後他的環境也是相對不會太困難 但100或200我認為就是 玩家池會稍微太過困難 然後你要維持例如9BB 8BB 100以上的勝率 我認為是相對不容易的 至於N8或GG的一般桌 我認為反而是高級別比較適合打 因為他這裡低級別的抽水像是 那假設你打NL2的話是5%Rack 然後10BB Cap 那這裡這個的抽水我猜應該是12BB以上 那你要有比12BB100還高的勝率 我認為是相對非常困難的 但他的高級別例如 從NL500他是1.6BB Cap 我認為就是一個相對更合理的一個抽水環境 所以假設如果你們是想打低級別的話 我認為Rush & Cash會好很多 那如果你們要打中高級別的話 我認為是一般桌會好很多 但這裡就會比較尷尬就是 我認為不管是Rush & Cash 還是一般桌的中級別 都是相對不友善的 因為他的抽水環境高 然後桌礦也不會有低級別這麼容易 至於GG上面的其他遊戲 像是什麼 All in or Fall 然後轉盤等等的 基本上那個抽水都是高到 不太會有盈利玩家 但他的錦標賽結構還是相當好的 所以N8就是適合打錦標賽 然後低級別的Rush & Cash 跟高級別的陷阱桌 這三個是我認為相對容易在N8上去獲利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是要打中級別像是NL200的話 我認為ACR的200Z應該會是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200Z我問下來的BB100大概是4BB100左右 加上你的Leader Bull跟Rackback 你可以把它壓到2BB100 然後我在GG上我有打Rush & Cash 這次挑戰被扣掉的抽水應該是5BB100左右 而且我是最高級別的反水 加上我有打Leader Bull 情況下還是被抽了5BB100 那麼我認為ACR只有GG的40%Rack 所以在中級別上我認為ACR應該會是比N8 和GG來得更好的一個平台 至於APP跟場子的話 因為抽水結構都不一樣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斟酌 最後以上的所有獎的抽水 都是要扣掉所有的Rackback退水啊 各種獎勵之後 實際的抽水是如何 假設A平台他抽你8BB100 但他退你3BB100 然後你會覺得好像有3BB100的退水很多 但另外一個平台是抽4BB100 然後退0BB100 雖然A平台有退你3BB100 但實際上的抽水還是B平台的4BB100 比A平台的5BB100來得少 所以不要忙碌的去看退水有多少 決定哪一個平台比較好 重要的是實際上他到底抽你幾BB100 至於我為什麼會那麼強調抽水 因為我認為撲克的魅力就是在於 你是有技術優勢 你是有技術差距 你是可以在裡面盈利的地方 但假設今天不管你的技術優勢有多高 技術差距有多大 你都無法打贏抽水的話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再繼續打撲克 那撲克這個環境會徹底的死掉 最後我希望大家能選擇好的 抽水合理的平台來進行遊戲 那我不希望到最後 所有的撲克玩家中 只有一個玩家能破離就是R.A.K.E